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良 最近真的很有感觸 怎麼了 我真的覺得 是嗎 我每次在那個FB上面 看到妳跟李先生在那邊鬥嘴 我不知道妳們是吵真的呢 還是在曬恩愛 我們很希望假信真做 真的嗎 就給他站在床 希望假信真做 可是我聽說他喜歡摸球鞋 勝過摸你 不用聽說 他每天都有摸球鞋 但不見得每天都摸我 就是少摸為妙就對了 不是 這個是 劉德華盧俊今天對我好好喔 對啊 我跟你講 我本人因為跟小梁的感情還不錯 再附身他三發 不是 這個 這個不是 現在是在講你們家的家務是 你們家有本難念的經好不好 我們家的經還滿好念的 真的嗎 就是分房睡不囉嗦嘛 對 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是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 念出一套好經 歡迎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當然在家裡面有苦難言 有話他不能說 我們聯合國星男 來,歡迎七位 家是最棒的避風港 而每個家庭 都有屬於自己的家務室 不管好或壞 今天星男們將敘述 所面臨到各種家務室的問題 到底這些情況該怎麼解決 歡迎收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我們原本以為 某一個節目收掉之後 那個主持人就很快可以來上我們節目 結果沒有想到那個人一直沒有來 一直到今天 他沒有心系要上了 他終於來了 那就是我家是戰國嘛對不對 是 來,我們歡迎小五哥 然後也歡迎Melody跟花花 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謝祖武 我家是戰國 大概是在哪一天上映呢 他沒有大概 他是確定的 觀眾一定很好奇 裡面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境 裡面 裡面就還好 裡面 不是,小五哥那是背面 裡面 他其實在劇情是確定 因為我們都已經拍好 那就是講現在家庭裡面發生的種種 那最主要就是環繞著Melody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小籃,你講這種話 那既然是環繞著他 為什麼海豹中間你最大 對啊,你看 他的臉最大 因為他最資深啦 不是,而且你看 他故意用手擋著我們 所以你看 我們的這個中心人是誰 當然是小五哥 講得最莫名其妙 裡面不知道在幹嘛的 好像就是花花耶 有嗎 小楊哥,你不曉得 偉中哥說他是喜劇蝌蚌 害兜 每個家庭都像戰國一樣 其實親如夫妻子女婆媳朋友 之間還是會有一些非良性的互動 所以在每一個家庭都會吵架心 那在你們現實生活當中呢 小五哥在家裡呢 其實就是為了我家是戰國 我們吵了一架嘛 真的嗎,為什麼 對,因為... 他不要你接戲 你硬要接戲的意思嗎 那倒也沒那麼嚴重 不接戲的話 這不是吵架可以解決 那就是要領救去金額 就是床戲太多了 那可是除了小五哥之外呢 那Melody在家裡面 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呢 我就是媽媽啊 我有兩個小孩啊 你跟老公的相處呢 我跟老公的相處就是 就是他很讓我啊 然後他都聽我的啊 然後他是一個好老公 那你怎麼還會講說 老公講話很白目呢 對...這個倒是 這個你知道的 他就是講話很白目 他不是白目 他是直接 然後誠實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他太誠實 例如那時候我們剛生小孩 然後就有這個 別的朋友也有 也是跟我們一樣 小孩大概都六個月大 他說我們有聚會啊 大家一起來啊 有十個家庭啊 你知道我們有了小孩之後 就有很多家庭聚會嘛 然後我們去 然後我們跟大家也不熟 然後我老公大概就 很努力的想要 好像對大家很好這樣子 但是他就是不是一個 很會講話的人 然後呢 這個有一對夫婦就抱了一個寶寶來 然後那個寶寶就是 不是 不是最可愛的 有一些小孩不是最可愛的 就是... 就是有一些小孩 我覺得你們兩個講話 也都是滿直接的 不是... 不是說他不可愛 就是說那個小孩就是... Anyway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我老公就說 這是男生女生啊 然後那個爸媽媽就說 我們是女兒 然後我先生說 沒有關係 女大十八變 那人家... 人家是什麼意思啊 然後他那個爸媽媽臉就變了 然後我先生說 不是 我不是那個... 你看 我的女兒找得也很像男的啊 你看 我的女兒也是啊 我的女兒找得也很像 我們這個 然後那個兩個父母 就是那種抱的父母 想... 心裡想說 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講 我說請妳走開 我不認識妳 我說妳這樣子 我們怎麼交朋友嘛 我說人家小孩也好好的 也沒有怎麼樣 也很可愛 妳為什麼要講說 人家女大十八變 他說我是好意 我說沒有人要妳這種好意 會不會那是你們第一次 去那個聚會 也是最後一次了 對,妳怎麼知道 再也沒有被邀請過 我們再也沒聯絡過 像我平常都會... 就一直汪洞汪溪 或是忘記東西放在哪裡 特別是在家裡 可能是鑰匙啊 或是手機不見了 或是內褲不見了 什麼都是這樣子 但是我每次發生這種問題 我就是一定要問我女朋友 你有看到我的內褲啊 那都覺得我很白目 你的內褲... 你內褲那麼大 很好繳耶 你的女朋友會原是她的T恤 沒那麼大啦 才會以為是毛巾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再過分一點 謝謝 但是我就一直把東西弄不見了 然後不見的時候 我一定要問誰 因為這樣只有我們兩個人 對不對 那不可能是我把東西亂丟 對不對 一定是她弄的 像有一次我就回去美國 那每次從美國回來 我帶一大堆東西 然後有一次我買了一些 我自己很喜歡的杯子蛋糕 然後就把它帶回家 然後放在我的那個... 在廚房裡面的抽屜 然後想說 有一天我沒有在減肥的時候 我一定要來吃我的杯子蛋糕 我超開心 然後差不多我等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想說我一定要吃我的杯子蛋糕 然後早上就起來 然後準備吃個早餐 我去找我的杯子蛋糕 然後明明就知道 我把那個杯子蛋糕放在那個 所以我只好去找他對不對 但是他還在睡覺 所以我就說 你有看到我的杯子蛋糕嗎 他說沒有啊 你幹嘛叫我醒來 我說 他說你到底有沒有看到我的杯子蛋糕 他說沒有 然後說一直去找 找到半天找不到 後來我發現垃圾桶裡面 就有一個杯子蛋的那個包裝 然後想說 他是不是把我的杯子蛋糕吃掉 然後我就去找他 你是不是有把我的杯子蛋糕吃掉 我沒有啊 我說明明交友我們家 只有我們兩個怎麼可能沒有 他說我沒有 然後他就開始難過 然後快要開始 哭 哭啦 然後就說 你怎麼可能太無聊了吧 我一個輩子蛋糕就生氣 對啊 而且應該是你喝醉酒 然後就把他吃掉 然後就忘記你的吧 就是這樣子 對啊 他開始哭 然後就相信他 我就說 是不是他真的沒有把我的東西吃掉 然後說好吧 然後就突然想到了 昨天喝醉的時候 回來 回家 對啊 應該是我把他吃掉 就真的是這樣 其實我們家常常吵架的都是為了電視 不是為了桌遊啊 那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方便 最多的應該還是電視 因為像我 我平常就是不看電視的 然後比較少 我可能就是打電動 或用電腦或什麼的 那所以這樣子白天 我通常都會讓給他們看 小孩跟老婆 他們都會看 可是就可能玩髒啊或什麼 或是油是白天 那我就想打一個電動嘛 然後老婆就說 他要看新聞啊 然後他要給他看新聞 雖然他不要看新聞 東哥 我小孩 還是要看他的鴨鴨 就看那些什麼 兒童的那些影片嘛 所以我永遠就沒有電視 那 雖然我終於強到電視 我想好好打一下 他就會故意把小孩 放在電視的前面 然後在那邊跳舞啊 什麼的 或者是在那邊前面 圍他吃飯 就一直當我的視線 我就覺得很無聊啊 但是問題是 你不是最近有買了一個 新的遊戲嗎 你... 你... 你的意思是說 這16個小時 不管東哥在他面前怎麼跳 他就是把它撥開就對了 沒有 如果... 現在就是變成 因為它是線上的遊戲 所以不能暫停的 如果他到我的前面 我就會跳起來 然後當... 那東哥的前面 然後就最後要只玩電 都在電視的前面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 都會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男生都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然後都會責怪 另外一半女生說 你怎麼樣怎麼樣 就像有的時候我會發... 我們家會發生一個事情就是 垃圾的問題 我男朋友是會覺得說 我吃東西 然後垃圾都亂丟 可是我沒有啊 我常常也是 拿他的垃圾去丟 可是他說為什麼... 他說你吃東西亂丟 你是把垃圾丟在哪裡 沒有我就放在洗手台啊 或者是桌上什麼 但是我之後還是會拿回去垃圾桶丟 我不是每一次都這樣 但偶爾可能十次 可能有兩三次會忘記 可能就放在上面 比如說吃個什麼那個... 膠原蛋白啊 然後那個小包裝就放到那邊啊 或幹嘛的 然後他就一直碎唸 我就說你為什麼每一次都亂丟垃圾 我就說也還好 沒有每一次啊 也就是不常 我說你也常常這樣子啊 你每一次東西都亂丟 那為什麼你都看不到你自己的問題 然後只會講別人 就諸如此類 然後我們為了這事情 就一直不斷的爭吵 你們會因為你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習慣 跟你的另外一伴吵架嗎 會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擦 法比喻你會吵架 不會啊 全部都會耶 第一次第二次不會 可是每次如果他還是做一樣 應該會吧 比方說洗澡啊 洗澡以後 對 沒有但是 好 我的洗手間沒有很大 如果他洗澡 當然是底層都會濕濕的 那你洗澡以後就洗乾淨 就OK 可是如果我去廁所 我的瓦子都死掉了 問題是你洗澡以後要洗乾淨 你的都放在地上要放在垃圾中 沒有他身體有洗得很乾淨啊 沒有說地上要洗乾淨 地上也要乾淨 所以你是意思說他洗完澡之後 還要再順便把地上所有髒的東西 都弄乾淨 你要再想就是 另外一半是等一下要會過來 對不對 會有那個洗手間 所以要就是洗乾淨 就是一種禮貌 所以你走進去 那個襪子一踩到水就濕了嗎 當然很氣啊 我有這個問題 我還放拖把在那個浴室裡面 因為我會想說 我不想要一直水水念女朋友 所以我會想說 我自己去洗澡的時候 我會 然後把拖把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讓他這樣子進去廁所 就是不用 有襪子啊 不用那個襪子都試試了 不是很開心嗎 還是不會 問題是你講話 你要直接一點吧 就是拿紙梗拖把他就說 我最討厭洗碗子 然後地板還濕了耶 你確定這樣子OK 不可以吵架對不對 女朋友你是不是這麼覺得 對啊這樣子 那個都一直大一點 演一遍給你們看 你們還看不懂嗎 地板濕濕 你們看到是就拖一下嗎 又不會怎麼樣 可是每天耶對不對 人家拖把已經放在那裡了 真的啊 對啊 我老婆叫我一個做錯的小屁孩兒 去年發生一個很很丟臉的事情 我上台北跟美國都一場拍片 所以我好幾天我都在台北 然後我回去台中的時候 我們家裡開始有一個很重的味道 然後我們找不到 然後我的老婆一直開始吵架 我說是外面的味道 不是從裡面的味道 然後過了好幾天 他的妹妹跟弟弟過來看電影 他們也抱怨 所以他們開始叫那個味道 他弟弟說他一定是大便吧 因為他真的很臭 然後 家裡會有大便的味道 真的 真的很臭的味道 太臭了 然後過了一兩個小時的時候 那個弟弟叫到了 因為我拍片的時候 我沒有時間洗澡 所以我的內褲跟瓦子 我放一個塑膠袋裡面 然後 我忘記洗了 所以 這個味道 大概一兩個禮拜 在我們家裡裡面 對 都散不掉了 我之前也是常常 因為女朋友都嫌我動作慢 就吵架 因為我是處女主 我會有那些順序 例如說我們要出門的時候 要去哪裡 我會想說 到底今天會用到一些怎麼樣的東西 我是有那個 那個順序去做事情 那女朋友在那邊說 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去捲拍出門 可是問題是 我捲拍好出門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算說 她自己的東西咧 譬如說有一次要去海邊的時候 然後差不多要打開門 要走出門 她就開始說 是不是去那邊 可能會有一點冷嘛 會邊天嘛 然後要跑進去 放的房間去找東西 女生應該是要 有一點效率嘛 不要在那邊一直水聲 你也不做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最沒有效率的應該是你吧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在大廳 就是等了老大你 我們已經講好了 10點半要檢查 他到9點半 快10點還在吹頭髮 然後滿地都是行李還沒有整理 然後我們所有人 已經在大廳坐著等他 他到11點半才下來 你說杜力吹頭髮我一定等 因為男...